看過來 今天有沒有覺得 好像到了Buffet 大家可以夾菜去燙火鍋的感覺 凱雲說王老師來賣菜 賣青菜 對啊 你今天怎麼帶那麼多菜來 今天就是給觀眾朋友好好認識一下 因為大家都知道 排毒要喝青汁 大家都知道排毒 中醫講青色鹿肝 但一聽到打精力湯 打什麼青汁都想到汗而已 都沒有想到今天的主題 麥酒 這個研究實際上 日本有一個眼科醫院的院長 三國勘商 他本身也是私立的博士 他就發現治療這些眼睛的疾病 他發現稍微斷食 稍微喝這種排毒的這種青汁 竟然對這種老年退化的疾病 眼疾 什麼這種糖尿病引起的 還有這個什麼白內障 剛才講的青光眼 眼壓膏 他發現在補充這些抗氧化 像我們這些青汁裡面 像小松菜 各種綠色葉菜 有時候維他命 Beta 蘿蔔素這些維他命C 抗氧化讓血液循環變好 你發現眼疾 他的患者裡面 那種年紀大的 七八十歲的 什麼白內障的感覺控制得很好 糖尿病引起的眼睛病變 也慢慢恢復 所以他可能有一些營養素 但是我手上這一杯 我覺得最棒當然還是我們自己 用新鮮的來打 但是其實日本流行所謂的青汁 用粉這樣泡一泡 已經很多年了 是 其實像日本這種 他們用一些像大麥若葉 他是用把那些葉菜 它去冷凍 去乾燥 所以這種其實大家 如果不想要自己打 這種也還是可以參考 沒有 我還是覺得王老師的自己打 所以你加了花椰菜 對 我們新鮮 一般我們都希望 但是越新鮮 不要過度烹調 養分飽的比較多對不對 我今天他就準備這個 所謂的綠花椰菜 還有這個白花椰菜 白花椰菜今天這個 怎麼會變這樣 因為現在有時候不時季節 你買冷凍的 現在都很方便 超市都有賣 所以你為什麼一定要加 是因為它的配方裡面有對不對 對 它配方裡面就希望 有三種不同的綠色 或者是這種比較偏 花椰菜十字花科的 它的效果比較好 我教大家 很多人說 我一定要生的 我不敢吃 或者生的怕擔心一些問題 而且也怕說 像你剛剛沒錯 生的問題還有包括 很多人不喜歡那個味道 對 所以像我今天這一把 是小松菜 當然這邊也可以用 黑葉白菜 這是油菜 這是青江菜 那這個叫味美菜 味美菜就是青江菜跟小松菜 生出來的 叫味美菜 兩個換種了就對了 我們台灣的農業技術很厲害 因為有的人就 這口感不好 這長相不好 我就把它配種 又長出一個更好吃的 等一下 所以你說是 青江菜加上它 加小松菜 他們兩個小松菜 加起來變成味美菜 不是加起來 加種了 兩個基因改良 對 好 這叫味美菜 所以很多人去菜市場買 什麼叫味美菜 我們怎樣 你就以後知道了 就這兩個生出來的 我們就把新鮮的這樣子 很豪邁 這大概都是1比1比1 你現在全部都生 對 我今天這樣打 大概是兩杯的量 就這樣有兩杯的量 那你就用熱開水 這是煮滾的熱開水 你就把它沖下去 好像泡麵一樣 對 大概10秒鐘 你就可以把它倒出來 所以你取代了 你真正去汆燙它 煮一鍋水去汆燙它 因為熱水沖就對了 花椰菜 上次我們看過一個研究報告 英國做研究 你燙越久 超過5分鐘 大概流失75%以上 所以我們大概這樣10秒鐘 你就把它倒出來 這個是小撇步 所以大家早上 因為它是當早餐 可能很多人覺得很趕 尤其現在孩子又要開學了 等等的 然後防疫又要做好 又要量體溫什麼之類的 它可能你可以聞到 那個菜的味道 有聞到了 對 沒錯 所以你用這樣燙一下的方法 對 這樣的話營養 它會保留最多 好 那當然還有一個 另外我們 它的配方是這樣打 但我覺得現在台灣人 可能這樣 這個味道你可能沒辦法接受 所以還是加一點當季的好的這些 也是有滿多酵素的鳳梨 把它加進去 然後另外你有一些檸檬汁 對不對 對 大概一湯匙檸檬汁 維他命C 好 另外我有一個 另外一個口味上的配方 就是加幾片的薄荷 會怎麼樣 它的風味 它就咬到那個切味 兩三片就可以了 另外我們就把乾淨的冷開水 倒進去 剛想到加薄荷葉你們兩個狂點頭 狂點頭 狂點頭 整個很像 好難想像 很難想像 你覺得這一點很厲害 我覺得很像 很難想像 因為薄荷也很清涼 很清爽的這個味道 女生也有一些很好的營養價值 我們就可以這樣 把它打開打一下 現在打完了 很快 對 我們大概不用太久 把它打碎 這樣就可以了 還有像這一杯裡頭 維他命C 葉綠素之外 還有哪些對眼睛討的 而且還有它有 所謂十字花科蔬菜 所以有銀朵 多芬 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 讓維他命C 是更能夠抗自由基的 我們說眼周有很多小血管 所以你喝這些的話 它可以幫你傾斜 也達到明目的功效性 好 所以早餐 可以試著來一杯看看 讓自己耳聰目明 眼睛比較亮 這也滿好的 廣告之後還要來看 其實在我們這邊 專家眼科醫師 就是這個中醫師了 他自己到底怎麼樣 互演的 他有撇步馬上回來 喜歡健康2.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健康2.0的 YouTube上面 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